我对他非常信任 直到有一天 我飞北京 起飞前通知我航班取消了 你干吗 刚买完菜 穿成这样买菜吗 明天有一个面试 你今天不去北京了 航班取消了 我明天一早飞过去 高铁呢 我回来 你不应该高兴吗 怎么一个劲儿的哄我走啊 穷小子费可借住在商界大佬的家 却趁主人不在家 将屋子布置成自己家的样子 大佬本想质问 却不成想费可一通卖菜 说自己父母要来 怕对方担心自己 于是就欺瞒他们说自己住在大别墅 大佬看费可一脸真诚孝心可嘉 再加上这几个月的接触 觉得他确实为人可靠 便没有多做为难自己先离开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 费可的目标从来都不是房子 而是千金小姐佳佳 他费尽心思追求 精心地布置了局中局 为的就是佳佳父亲手里的4000万 这篇也是他和佳佳父亲的首次见面 这房子多大 177平 这个地段得七八万吧 买的时候早 5万多 桌子上的照片 是费可合成的家人照片 里面的父母正是当地土地局领导 这让做房地产的佳佳父亲 轻易就进入了圈套 果然不出所料 佳佳父亲接下来就问起费可的职业 费可只说自己是普通的打工人 可他泡的茶 却只有高端的人才能接触到 一般的人根本拿不出来 而费可则是大方的 送给了佳佳父亲一整盒 所以从最初的见面 到出手的礼物以及绅士 让佳佳父亲断定 费可身份不同寻常 于是就这么轻易地把女儿嫁了出去 寻室所刚进女爸单位 哟 这个是大事 婚后不久费可又带佳佳看房子 并表示要将自己的房子卖掉 换个更大的接父亲同住 虽然佳佳名下房产不少 但费可的诚意让老丈人动物 直接让费可搬来跟自己住 费可的目标从来都不单单是佳佳 而是老丈人的公司 不久后他带着老丈人来到公司 将自己包装成一个成功人士 随后趁机告诉 丈人公司的新项目 还告诉他这个项目未来收益巨大 当丈人表示需要调查考虑一下时 他也丝毫不慌 每天不是陪着佳佳玩耍 就是亲自动手给丈人做饭 就这样在费可的温柔攻势下 丈人不再犹豫 拿出6000万投资项目 不久后 丈人公司的土地正出现了问题 这时候费可刚开始埋下的影子 也派上了用场 丈人本想让费可走后门找父母帮忙 费可却表示政策攻势后 其他的门路就不好使了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人收购公司 那个人是父亲曾帮过的人十分可靠 此时的丈人来不及多想 二话没说的就答应了 而对方也是出价两个亿收购 丈人本想抬价 可被费可及时劝阻 表示政策出来后 公司就一文不值了 司机至此丈人最终答应了下来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是费可部的局 公司被收购后 费可就再也没出现过 并且每次都说在交界 后来交界完成后就彻底消失了 丈人走投无路来到了土地局 可工作人员却表示 政策都是透明公开的 根本不存在什么小道消息 我跟李斯啊 我们是亲戚 他儿子是我女婿 李富斯他就没儿子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得知局长只有一个女儿 这一刻丈人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等回到家里 再次令他崩溃的事 自己的女儿因为难以忍受欺骗 自杀在了浴缸内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点赞加关注下集更精彩